既然要向广告学习 那么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广告到底是什么 不过今天咱们不这么讲 我想先跟你谈谈的是 广告不是什么 我知道在很多人眼里 广告是一种骗别人买东西 总在打扰大家的这么一个存在 这么想似乎没错 大家日常在街边 电梯网页 App游戏里头看到的那些广告 确实经常是令人厌烦的 但另一方面 据我观察 最近几年 好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那些网络上很流行的 有趣或者感人的国外的广告片 或者偶尔刷屏的各种神文案 就是广告 大家觉得那才是广告应该的样子 如果你也认为创造神文案 以及所谓脑洞打开的精彩创意 就是广告的职责 是广告最重要的使命 很抱歉 你可错了 在咱们这门课的一开始 先让我们一起来去无存经 拨乱反正 重新认识一下广告这个词 广告不是注定招人讨厌的反复叫卖 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 但广告也并不就是讨人喜欢的金句神文案 或者脑洞清奇的精彩创意 这一点 我猜你就未必能一下子认同了 被人喜欢的广告 难道还不是好广告吗 问题出在哪 出在非广告从业者 或者说普通受众们 观看广告作品的角度 跟广告从业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普通受众说一句文案精彩 一个创意有趣 通常是以欣赏创意内容 创意作品的角度来说的 而不是以广告的角度来看 这是咱们要指出的第一个误区 创意作品不等于广告 我来引用一句名言 你就明白了 这是著名广告人大卫奥格威 当年说的一段话 他说 古希腊的两个演说家都去做演讲 第一个人讲完后呢 大家都夸他 说哎呀 讲得真好 但是第二个人演讲完 人们说的是 走 咱们跟敌人打一仗去 大卫奥格威说 我是站在第二位演说家那一边的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大卫奥格威是想说 有一类演说家呀 他们的演说本身会让人嘖嘖称奇 认为他们说的真好 而另一类演说家呢 却能改变听众的行为 改变听众的看法 他实际上谈到了广告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就是广告与创意内容 创意作品 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这个区别就在于 广告是要影响他人 促成改变的 是的 请你记住这个词啊 改变 引发改变 才叫广告 虽然精彩的广告 常常被称为创意广告 但是广告 可不是创意作品 这个词的同一词 创意作品 也不等于广告 为什么 因为创意作品 是用来自我表达的 表达某种思想 某种观点 某种感觉 甚至只是展示某种才华 挑战某种极限 因为你的表达 是为了获取认同 获取认识 认同会变成赞许 认识会变成关注 获得赞许 获得关注 一件作品就是成功的 他讲的多好啊 这就是典型的赞许 而广告不是这样的 广告不只是表达 而是说服 是影响 是引发或促成改变 创意作品 不一定需要改变什么 只要让别人夸一句 太有趣了 或者太美了 可能就够了 广告不行 因为广告 不是一种艺术或娱乐 它是用来传达 信息的媒体内容 更重要的是 广告是有任务的 通常是商业任务 比如说帮助销售产品 或者建设品牌 而这个商业任务呢 需要通过改变人群的 认知或行为 才能完成 所以啊 如果你的广告 没有影响打动一些人 没有造成他们认知上的 任何改变 这就不配叫广告 执行的多好 多美 文案写的多漂亮 流传多广 都没有用 我甚至可以提供一个 稍显偏激 但是通常正确的 一个小贴士 凡是在各种社交媒体上 引发了大批 神文案 这脑洞绝了 大多数不是真正的好广告 为什么 因为好的广告啊 不是竭尽全力 把他人的注意力 吸引到广告作品自身上来 让大家对着这则广告 嘖嘖称奇 而是应该通过促成 他人认知和行为的改变 来完成任务 更进一步说啊 我还有一个听起来 更偏激的观点 虽然我是个广告创意工作者 但我得说 广告甚至不一定有创意 咱们假设 你家最近的超市 宣布一个消息 说明天开始啊 本超市的鸡蛋 一元一金 先到先得 这家超市 怎么宣布这个消息的 也许就是在超市门口 立一个牌子 这算得上有创意吗 真算不上 但这是个广告吗 当然是 而且还很可能很有效 没准明天早上 门口就排队 排的水泄不通了 很多做广告的人 把创意 视为广告的灵魂 我觉得 这么想就错了 创意 只是实现广告目标的 途径之一 并不一定是必备要素 创意啊 是为广告服务 而不是广告为创意服务 那么 广告的灵魂是什么 就是刚才咱们 反复强调的两个字 改变 这里还得强调一下 请一定注意 改变一定是让人想去购买一个东西吗 不一定 广告的目标啊 不一定是一个消费行为 它甚至有可能是劝你别买东西 比如我们都听说过的那句 没有买卖就没有啥海 劝人别买东西的广告 也是广告 还有一些广告呢 跟买东西无关 是号召大家做某一些事情 或者别做某些事 比如告诉大家要保护动物 告诉大家不要吸烟 告诉大家喝酒不能开车 告诉大家系好安全带 但这些广告 都是希望引发一些人们行为的改变 它们都是广告 好 现在你知道了 创意作品不等于广告 创意也不是广告的灵魂 但是可别以为这就把事情说明白了 我们得反过来想 如果说创意作品不等于广告 那我们还需要创意吗 当然需要 道理很简单 创意能把广告变得更好 我又得引用一段 我经常引用的话 说这话的人叫比尔伯恩巴克 这个Bill呢是DDB 也就是恒美广告的创始人之一 他这个人说过很多 非常清楚透彻的话 这段话就是其中之一 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他说大家相信的真相啊 才算真相 可如果人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呢 他们就不可能相信 可如果他们根本就不听你说 他们也就不可能听懂 而如果你不够有趣 他们就根本不听你说 而如果你不是用有想象力的 新鲜的 原创的方式来讲述 你就不可能有趣 我很喜欢这段话 因为这段话实际上讲清楚了 我们为什么需要创意这个东西 我们努力发挥创意 把广告做的有趣 新奇 给人很好的观看感受 就是因为这样的广告 会带来更加有效的改变 举个例子 我猜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呢 应该都听过一首歌 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 在我小时候啊 这首歌是一首没有人不知道的歌 但是呢 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最早在台湾是一首广告歌 这首歌首先是一首出色的音乐作品 但在当时 他也借助自己的精彩 帮助一个品牌 一个产品 完成了他的传播目的 再比如 可能你也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组作品 每年圣诞节 英国的一家百货公司 叫John Lewis 都会拍摄一个关于圣诞节的主题广告 而每次呢 这个公司拍摄的这个圣诞广告 都能变成催泪的大片 承包整个英国的泪点 因此呢 这个公司也一直被称为 全世界最会拍广告的百货公司 比如说 2018年的圣诞节 他们就拍摄了一支 关于传奇歌手 Alton John的片子 这个片子用倒序的方式 回顾了Alton John的音乐生涯 2019年的圣诞节呢 他们又拍了一条又温情 又不识趣味的圣诞广告 说的是一个生活在小镇上的小女孩 和她的一条喷火龙朋友的故事 而且啊 有拍摄这个圣诞广告大片 传统的英国百货公司 还不止这一家 似乎英国的好几家百货公司 都一到圣诞节就开始各显其能 比如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还有一家叫做Sansbury的公司 他们当年拍过一个广告片 叫1914 也是非常精彩的杰作 我把这个视频链接 放在咱们的文稿里 你可以去看看 你看啊 这些广告视频呢 本来是英国的百货公司 拍给他们的顾客看的 他们没有在中国 花一分钱的广告费 但是这些片子 却让无数中国网友 看得热泪盈眶 这就是创意的力量 事实上 无数优秀的广告 都首先是优秀的创意作品 大家把创意作品 用来实现广告的目标 承载要实现的那个改变 那么创意作品就成为了广告 道理啊 就是这么简单 广告不是创意 广告不是艺术 但广告可以是创意 也可以是艺术 只不过呢 广告不能只是创意 不能只是艺术 好了 今天咱们通过好几次的 拨乱反正 说明白了一件事 广告的最本质特征 是要引发改变 广告呢 首先是借助媒介 传播分发的内容 这点是不言而喻的 但广告与一般的媒介内容 创意作品 艺术 有着本质的不同 改变这两个字 才是广告的灵魂 请别误会 这当然还不是对广告的精确定义 咱们还有好几个重要问题没谈 比如说广告怎么促成改变 广告要促成的又是哪些改变 别急 咱们下一讲再说 最后我也想问问你 你曾经因为广告 而改变过什么看法或行为吗 广告 感谢观看